早晚三位都有一段時間沒有合體現身 一天他們來到觀塘出席商場活動 他們還分享小時候在區內生活的照片 幾位說由出生到整個青少年時期 都在觀塘度過 對這個地方相當有感情 剛才因為看了很多舊相片 有很多以前小時候的足跡 我們都會記得 譬如在越華街我們打排球 有一個叫銀刀戲院 第一次進戲院看電影 大銀幕看電影就是銀刀戲院 所以對我來說很有價值 還有寶星戲院 寶星戲院我記得下面有些唱片店 那時候賣了很多黑膠唱片 而我第一張買許冠傑的唱片 都是在那裡賣 當時儲了很久的錢 做了很多書籍工才能儲到的錢 買完唱片之後就走出門口 就掃街了 對 掃街了 就吃蜆 東風羅 糖水 糖水 你能夠說出的食物 都可以在那裡找到 沒錯 很好玩 很好吃 我們當時很熟悉 放下了很多腳毛 沒錯 放下了很多腳毛 因為在這裡回家 其實是兩個巴士站 但是我們不會捨得坐巴士 我們都是走回去 所以留下很多腳毛 我們截劍而已 對 真的 沒有錢就沒有錢 早晚時間一年 只在合體現身 歌迷當然不想 又要等那麼久才見到他們 事實上三位 原來有計劃開場了 其實因為我們疫情前 我們正在行世界巡媒 有很多站 我們還答應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要去的 因為現在暫時 就要停一停 希望疫情緩和一點 我們再來 而且今年就進不了紅館子了 希望明年我們在紅館開不開 我知道大家腳都很癢 我們都癢 告訴大家 經過街的時候 走過街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都問 喂 你們什麼時候開演唱會 其實正在開 那些歌人 癢到喉嚨叮 你知道嗎 癢到喉嚨叮 所以希望疫情穩定些 或者我們預備好些 我們隨時就和大家玩餐飽 三位又說 他們隨時準備再開演唱會 所以疫情之下都沒有偷懶過 人做運動健身 說一有好消息 就會立即公佈 對的話 有收到電話 雨嵐